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下形象也不错 小小声告诉你 最近我可能又多一个买新眼镜的借口 事关记者Eva 最近跟进智能眼镜技术的时候 发现无论外形设计和功能方面 智能眼镜都有新的发展 一起跟他去看看 这里有这么多款眼镜 这副挺帅的 这副细细纹纹都不错 不过Eva 你又说这里有一款是智能眼镜 难道就是你在试那一副? 年多前 记者Wilson 介绍过两个不同品牌的智能音笔眼镜 两副都是透过眼镜架上面的蓝牙、咪、喇叭、陀螺仪 和触控感应装置 就可以做到听音乐、讲电话 和发出简单的指令 不过智能还智能 但是作为一副眼镜 如果只是有一个外形款式 加上不能够配搭近视闪光度数的镜片 似乎有点不实际 一年过去 智能眼镜制造不断发展 今次记者Eva接行介绍的另一款智能眼镜 就顾及这两个技术问题 用户可以去任何店铺、眼镜店 可以配到自己适当的近视镜 或者散光、露花 同时间 其实我们和了两间 一间日本、一间德国 大的眼镜片厂都要合作 张维权是一间智能眼镜公司的负责人 他们在美国的母公司 主要做半导体和微型显示器的开发 也曾经为Google Glasses 供应微型显示器 他说公司的智能眼镜 除了镜片方面可以灵活配搭 镜架的外形设计也花了不少心思 除了可以随时换款 物料都一次过考虑到 我们用了一种叫TR90的物料 这个在很多眼镜业都有用 有些人形容它好像太金属 塑胶的太金属 因为它有些记忆和银力 防汗等也好 重量也比较轻 智能眼镜有不同的零件部分 贴近耳朵的位置 各有一个开放式导向喇叭 讲电话、听歌 不怕被人听到 而两个咪 就用了波速库形技术 和专利降噪技术 令眼镜在嘈吵环境下 能够同时处理突发性 和规律性的噪音 令到收音效果更加清晰 为了测试智能眼镜收音效能 Eva就和张维权在那间密室做测试 密室的场上不同位置有多个喇叭 不停播放超过70分倍的噪音 感受到的声量 和身处在旺角闹市差不多 是没有的,很安静的 是没有的,很安静的 他们的对话都算纯长 不过始终环境嘈杂 加上对方用手机内置的麦克服 讲电话 收音时候的过滤效果 就取决于手机的降噪能力 所以令到Eva 听对方讲话的时候有难度 健康生活是大潮流 为了针对用家长时间禁电话 影响健康的情况 智能眼镜也加入了9轴感应器 再配合一个手机APP 就可以记录低头的时间之外 用家还可以在APP上 自行调校提醒时间 一旦看电话看得太久 眼镜就会发出提示声 另外APP也有不同的运动建议 眼镜里的感应器 会感应到用家的动作 数着他们做了多少次和多久 不过看Eva这样做运动法 就知道用家做运动的姿势不对 不过智能眼镜就不会知道 在功能上会继续优化 和加更加多智能化 在上面 但是这个我们也会很小心 就是我们会加适量 亦都是客户有需求的 sensor或者应用上去 至于用电的情况 智能眼镜充电1小时 在备用状态之下可以用16小时 而连续播放音乐或者通电话 就可以用2至3小时 智能眼镜公司早在2015年 已经研发出第一款 想专针对运动员 配有微型显示器的眼镜 踩单车的时候 很多单车手 会在单车上放置手机 一边踩单车 一边留意手机上的各项数据 例如是速度、距离等等 不过分心望手机 一个不小心 很容易造成意外 很多时候踩单车的人 常常踩低头 看一看现在踩得多快 踩得速度 他带了饭的好处 他以后不用再踩低头 他就专注踩单车 你亦都透过这个显示器 你就看到自己的速度、心跳 你的功率 这个只有4毫米的微型显示器 内藏一块叫做WQVGA 解像度高的微型显示晶片 透过光学反射 将单车手的各项数据 例如是速度、行车时间等等 投射到单车手的眼睛 形成一个相等于14寸的虚异影像 我们用半导体的技术 做了一个显示器 我们第一代的眼镜 用一个比较小的 我们叫做QVGA 但是去看很多数据 其实很足够 就可以尽量容许要小一点 不要挡住视线 因为你要看到外面 之余 又要看到显示器 说明是运动专用 实用性强 2016年 美国奥林匹克单车队比赛 都有大 至于第二代 他们舍弃了微型显示器 转为比较容易控制的鱼音功能 我们做了第一代 其实就有很多市场反应 发觉很多人就说 我看是有用的 不过我未必是那么专业的 或者可能我专业一点 我会看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我叫做鱼音的指示都很足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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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